保师傅在许仲跟王嘉瓶的Podcast介绍了拆绘黄鱼根 所以请了第三人来做拆绘黄鱼根 哥哥看外观像吗 让保师傅先吃一口 拆绘黄鱼根 后来 拆绘黄鱼根消失的老菜在台湾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我要说 好 你说 我为了呈现这道菜呢 我就订了一个锅子 但是这种风格的锅子 大家想来知道只有淘宝有吗 对 没错 淘宝来到台湾之后 我看着那个内锅 不敢用 这是一个铜锅 没有 我还没讲完 内锅我不敢用 所以我就很认真 要去一张菜醋 胡椒 然后我就很认真地量了吃醋 然后就去Amazon Japan 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尺寸 再一个内锅回来保 厉害厉害 厉害 你今天想做这个 谢谢大家